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是这个中国大陆背景的 现在在这个澳洲雪雷科学大学任教的 崇崇毅教授 冯老师 大家好 第三位呢是这个台湾中央大学和淡江大学的 曾将原教授 曾老师 大家好 然后呢是来自这个中国大陆的 现在在美国并且创立了光传媒的 这个企业家 先进加入我们这个节目的另外一个主持人 王安娜老师 王老师 大家好 还有呢就是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个主持人 是台湾的这个资深媒体人士 这个苏世盈老师 苏大姐 大家好 那么这个过去一周的西门里边呢 我们先看看这个俄乌的局势哈 最近有两个比较这个重要的进展都发生在这个克里米亚 一个呢是尼辛三 他这个乌克兰的导弹袭击了在克里米亚的 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所在地 赛夫莫辖奥沃造船厂 正在这个基地内的这个干船屋进行维修的明斯克号登陆舰和 顿河畔罗斯托夫潜水艇都遭到了这个灾难性的重创 失去战斗力 恐怕耗费几个月甚至数年 以数十亿的美金都难以这个修复 那么这个顿河畔罗斯托夫号潜水艇呢 也是这黑雅舰队四艘能够发射这个巡航导弹的潜水艇之一 也是第一位被乌克兰这个摧毁的这个俄罗斯的潜艇 另一个事件呢是在星期四 乌克兰用巡航导弹无人机摧毁了这个 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一个价值12亿美元的这个S-400防空系统 据报是先用这个巡航导弹的摧毁它的这个雷达 趁雷达不工作的时候呢 然后用这个无人机和导弹呢 去摧毁它的这个导弹系统 那么一直同时呢 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都放话呢 暗示说他们在准备了这个战争的长期化 乌克兰总统泽兰斯基在一些讲话中说呢 不要期待这个战争在明天或者后天就能够 这个结束胜利就到来 而俄罗斯的这个国防部长呢 邵一武也在这个接受俄罗斯记者追问的时候 说这个俄罗斯到底能够这个这个赢了战争 他说用了一个年年的说这个我们别无选择 那么但是很明显他已经非常无奈了 那么在这个背景这个之下呢 另外一个新闻就额外引人注目 那么就是北韩的独裁者金正恩正率领庞大的军事代表团 访问俄罗斯的远东地区 并在呢这个东方航太发射场与普京秘密会谈 那么观察家呢普遍认为啊 这个北朝鲜呢会向普京的提供 其在这个俄乌战争中啊 巨额消耗的这些武器弹药 而俄罗斯呢将帮助北韩呢 提升在这个太空导弹技术上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这上面的技术 那么想必个各位专家宾也都关注 这个金正恩跟普京的这个军事联盟的情况 这个可能是当代席尔州新国的一个新的塑形的标志 那么不仅对俄乌战争会产生影响 而且对世界格局对台海局势都可能会产生影响 那么所以待会呢我们请各位嘉宾呢 就这个话题进行评说 那么同样跟这个俄乌战争相关的另一个新闻呢 就据媒体透露 去年在乌克兰一次这个海上袭击 克里米亚俄军的行动中呢 马斯克下令呢 关闭了新链在这个克里米亚这海域上空的服务 结果导致了乌克兰这次行动的失败 那么面对媒体和舆论的这个批评呢 马斯克呢一方面辩称 他不愿意就是说卷入这个俄乌战争升级 导致了这个俄美的直接军事通突 那么另一方面他有犯话说呢 要把一部分新链的控制权交给美国的军方 这样呢他就可以不负这个责任去做这样的决策了 其实马斯克这几天还有一个备受争议的言论 就是他在12号参加这个OE Podcast的这个节目 回答有关中国以及他在中国的世界未来发展的问题的时候呢 他称台湾明明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自称不是 并坚称了自己呢很了解这个台湾 那么马斯克很了解中国啊 那么马斯克是否真的了解中国呢 显然他是很在意他的电动车能够在中国打开庞大的市场 这也是呢很在意他在中国的这个生产的工厂 那么中共肯定也呢向他许诺了不少的利益 但另一方面呢中国在内部呢 向这个政府机构和官员呢 这个下令不可以购买和使用马斯克的电动车 而马斯克呢以重金啊 就是说以改进美国的这个言论自由为理由 重金买下的这个社交网 这个社交平网络平台推特 现在改名为X了哈 一直都在中国大陆 从一开始啊就在中国大陆被评蔽和禁用 那么马斯克的星链呢 更是被中国视为这洪水猛袖 还能够碰到他的网络通锁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我不知道马斯克到底是对中国到底了解多少 那么以我个人一贯的看法 就是商人们因为商业利益的缘故 所以在政治眼光上呢 往往能够受到 往往会受到局限 那么就像列宁说的啊 苏共当年与中 与这个西方的资本家做生意 就是购买能够搅死这个西方资本家的搅索 而资本家为了一时的商业利益 就会非常爽快的去充售这些搅索 所以不知道各位嘉宾呢 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而且对于台湾来讲啊 除了口头上对他进行驳斥之外 那么在未来的这个台海冲突中 如何应用啊 可能会发生的这类的这种出卖 应该做好什么样的这种措施 那另外呢 这个一个亲中的人士 就是新加坡的前外长杨荣文 最近呢在13号在台湾出席亚太千里论坛的时候呢 表示两岸的现状不稳定 这个而且就所谓维持这个现状啊 不稳定定义不明 很难没持 那么可能呢 两大的走向呢 是或者以中国跟中国呢 和平统一或者呢 是卷入战争 所以他建议呢 两岸在一个中国联邦的框架下 逐渐融合啊 作为呢这个 这个这么一个建议啊 那么我呢 是作为在中国大陆共产党统治的 这个中国大陆出来的人士 我觉得这个杨荣文的这个贩卖的 实际是一个民用汤啊 因为专制独裁与民主法治是 没办法在一个框架下融合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呢 他提出这个联邦制 早就被中共多次公开的断然加以拒绝 大家编大啊 称这个是这种 宣扬联邦制就是搞独裁啊 这个 所以这种迷红汤呢 我觉得只能是当方面的迷惑台湾人 不可能去这个 对中共有什么作用 所以不知道各位嘉宾 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其实现在在中国大陆的 中国还正在直接的自己向台湾呢 发送另外一个融合的民魂汤 这个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12号发布了一个 关于支持福建 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 声称的鼓励台湾人 在福建买房置业 促进厦门和这个金门 福建与马祖深化融合发展 其实中国大陆的这个房产呢 这个房市自己都在崩盘 这个大陆的民众在其中被割韭菜 割得已经像韭菜都不能炸涨了 所以在现在这个时候放出这样的空气 它的目的是干什么 是想转移把这个韭菜还转到去割台湾人的韭菜呢 还是想还会再迷惑这个台湾人 放出对中共武力攻台的防范呢 所以也请各位嘉宾呢 与这个分析和评论 我们先有请了这个台湾政治大学的李友谭教授 请您给予分析和评论 好 非常谢谢 我想先讲两个最近我感受到的事情 第一个呢 就是我六月中旬去了新加坡 还没去前呢 台湾驻新加坡大使童振源 是我的同事好朋友 早就跟我说 大概因为我们一大早就到 机场到他帮我们安排的 帮我们建议我们去住的那个旅馆 大概五六百块台币 结果我们出来以后 那边搭车的地方 那边的人就叫了一部车过来 那部车他给我们要了 一千多块台币 后来我就跟那个大使讲 然后等到我们回来的时候 从那个旅馆叫的那个计人车 就只有一半价钱 然后我们就发现说 我们到了机场就被坑了 因为那边新加坡他们很锁法 可是他们会在锁法的下面呢 搞鬼 为什么 因为他们帮我们叫那一部车 是专门在大行李的 比如说一团很多人 两个人的行李放不下的 所以用这种方式来计价呢 就跪了一倍 这是新加坡的状况 就是他们可能不会像一些 落后国家或早期 我们去中国大陆的时候 有一些黑计人车 他会坑人 但是他在合法之下呢 他也会做这些果皮捣椒的事情 这是专制的避害 因为他没有人权的概念 他没有平等的概念 他平等 是建立在 那个政府强力压制之下 而他们人民 他们一般人民是没有人权 那个基本自由人权的概念 像这种事情在台湾不可能发生 台湾如果有计人车是这样做的话 人民一定会提出检举 所以在台湾民主化以后 相对来讲 台湾到机场去 如果有海外的游客到台湾来 尽可能不用担心害怕 那台湾会有计人车会坑人 因为他都是供订价 跳表都跳表 就供订价 不会有像新加坡这种 故意把你找大的计人车 那像乡线车一样 然后再给你敲诈勒索 也就是合法的敲诈勒索 第二个我在讲第二个故事就是 那个 Twinter 更临以后 这个X 然后是马斯克买下来 最近我发现 Twinter 非常多的色情广告 让我感受到 这种商人 买下了 那个马斯克这种商人 买下了Twinter之后 连 连Google 连FB都不如 连脸书都不如 也就是他们这种 一切以利为依规 然后让我们造成我们想要看 Twinter的时候呢 有一大堆社群广告 我不晓得他们怎么管理的 这两个故事 让我延伸来看 有人讲说商人无祖国 因为他们 马斯克看到苹果电脑 最近 因为中共下令 政府官员不能用苹果手机 然后上行下效 很多人自然而然 就不大敢去 再用苹果的手机 然后那个苹果手机 一下子跌掉 一两千亿台币 一下子就跌掉很多钱 然后呢 我今天呢 不只是商人无祖国 这个部分要批判 我更要批判 开领专制的问题 因为我研究自由主义 我是透过 因为我自己是 研究孙中山 我孙中山思想 我是受盛中文的时候 用民主理论 研究孙中山 民权主义 我博士论文是用自由主义 尤其是约翰弥勒 自由主义 研究孙中山的自由 平等于民主思想 这里面呢 约翰弥勒 1859年 写的自由论 大家很清楚 那么 但是呢 我到中国来 自由论 因为民主的自由精神 就被曲解了 因为一样命主的自由 我研究的结果就是 非必要 不要限制人民的自由 而这种自由论 转到中国来 又从那个 掩护反应的群体全界论 到孙中山 讲自由 以不限制别人 自由为依规 都已经曲解了 曲解了自由论的精神 我研究的结果就是 约翰弥勒的自由论的 主要精神是 非必要 不要限制 人民的自由 如果限制 你要为最大多数人的 幸福快乐 为依规 那么我看到他 对于政府论 特别批判的 开明专制 他认为呢 好的专制 比坏的专制 更可怕 更不好 他有一段话 他说 所谓好的专制 根本是一种错误的理想 实际上也成为一种最愚蠢 最危险的幻想 一个好的专制 在一个文化稍有进步的国家 比坏的专制更为有害 因为它更能松懈和减弱人民的 思想 感情和努力 这是他批判 君主专制 那么我们 也可以看到 他谈到 这种专制呢 只有在统治者 完全可以控制 他底下的人 或许还有一点有效 也就是全世界 唯一开明专制成功的例子 就是新加坡的 小国寡民 加上他地理位置 随时可以做生意 包括香港被中共 完全拿下来以后 整个新加坡 又要取代的 香港自由港的地位 所以新加坡 就是当今开明专制 成功的唯一例外 但是我很不喜欢新加坡 我觉得 因为他们没有 人权自由理想 所以他们一切 以钱为一归 所以这个杨龙文 我充分的怀疑 他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 他根本没有 人权自由理想 他根本不知道 台湾人民 是为了捍卫我们的 宪政民主的政治秩序 跟自由 民主的生活方式 也就是他根本不知道 台湾民主化的核心价值 就是台湾人民 透过民主化 确立为主权在民的 自由民主国家以后 人民充分享有 政府保障了基本自由 人权 包括少数权力 不管原住民 不管外老 那个所谓外老 或者是说 现在的新住民 甚至于 这个 所谓的同性恋的婚姻 亚洲 台湾也是走在前面 也就是说 台湾的民主化的核心价值 政府在为最大多数人 最大幸福快乐过程中 还要维护保障 每个人基本自由 人权 还要维护保障 少数人的 权力 这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 因为这个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 是新加坡所缺乏的 当然也是中国所缺乏 也是中国人 很大的一个陷阱 中国如果哪一天 要走新加坡模式 我要特别强调 一定也会出问题 最终理想到目前为止 我找不到比自由民主更好的 自由民主不是最好的 不是最佳政体 但是目前为止 你找不到比他更好的政体 那么这个概念就是 自由主义跟 那个所谓公立主义 这个差异 因为Jolstein Mill 就是他的自由论 就是建立在批判 他老爸跟他老爸的朋友 Benson的公立主义上面 因为公立主义的最大的问题 就在于 当为政为最大多数人 某最大幸福快乐过程中 有可能会伤害 个人的基本自由人权 那么这个概念 到了20世纪 Jol Ros的正义论 就发挥出来了 也就是 正义要建立在自由上面 不能建立在公立上面 因为你建立在公立上面 那么个人自由人权 随时会受牺牲 那么就不可能建立平等的社会 所以我很喜欢台湾 我不喜欢新加坡 台湾至少更有人情味 台湾虽然还有很多问题 也许效率没有像新加坡这么高 但是我们更有人情味 我们会更重视到 每一个人的基本自由 人权 也会重视到真正的 平等 在机场 台湾民主化以后 不可能机场会发生 像新加坡这个状况 所以马斯克一定是为他经济利益 所以他了解了中共 中国 他是了解自己在中国经济利益 新加坡杨龙文 退休外交部长 我充分怀疑 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他不知道 民主自由民主核心价值 他也不知道台湾人民 为什么要捍卫 我们不被中共统一 我们也不接受 中共中央集权的 所谓联邦制 中共的中央集权 集权政治这样 他根本不可能有联邦制 的任何空间 他连这个都不清楚 而更严重的是 他根本没有 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 也就是民主的生活方式 也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建政民主的政治秩序 与自由民主生活的方式 所以我对新加坡采取非常大的批判 透过这次洋论文 我在这边 透过政治思想的角度 跟大家说 说明 为什么台湾人 现在这么捍卫 我们自己享有 这个生活方式 我们不愿意 在从到西藏签了和平协议以后 就被中共侵略 我们也不愿意 像香港这样一国两制以后 到现在香港连自由人权 法制维护自由人权都丧失了 好 好 谢谢那个李老师 那我先请这个冯老师 您来解说一下 我完全赞同 刚才这个李教授的这种分析 就是 想要价值观 就民主价值 新加坡也好 美国也好 或者是更大范围内也好 有 一直就有那种 在哲学思维上 有这个实用主义的思潮 刚才讲的杨荣伟也好 这个马兹克也好 是 他们的发言 或者观察世界的视角 是从实用主义 或者功利主义 那个角度来的 所以他会 在一些 复杂问题上 他们会 掉到刑警里头 会 讲一些很不得体的话 也做一些很不得体的事 新加坡 当然对中国的经济 依赖很强 马兹克 他的 电动车 把这个厂设在上海 当然对中国政府 依赖很强 如果从实用主义 角度 抒发 那么他 当然 他会 赞成中国的 很多 说法 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他说很了解中国 特别是很了解中国 政府 他说接触很多领导人 政府官员 对台湾的 说法 如果他光纵这一点 那我们可以理解他 他有些话 他有些话 不方便说 可是他在那个场合 在接受记者访问之后 他接体发挥 进一步讲 就是他 不仅是了解中国 政府 中共政府的想法 而且他是赞同 他的想法 就像中国 现在他用那个实用主义 角度 台湾离中国那么近 离美国那么远 你要真正是打仗起来 美国 想守卫 也很困难 所以最好还是 按照原来中国 那个政策 放手 放弃 让中国去统一台湾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所以他 以他这个政治思维 很 很肤浅 就是他 就是接受中国这种说法之后 他没有 真正是 他人家很聪明的 但是他没有想明白 就这些政治上的尝试 他很 都 都缺乏 就是 以前 在他 可能读书时期 讲 以前讲 美国 美国 是台湾 中国一部分 那是以前那个时代的一个概念 那个中国 是 在台湾的理解是中华民国 所以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个部分 那么这个中国大陆讲的 台湾是中华民国 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而这个 说实是 从来没有历史根据 也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真正认可 就是哪怕是上海公报里头 也是中国 就是政府用的语言 美国政府用的语言 是我们知道 中共有 有这么种说法而已 所以这个 马斯克呢 他本身是一个政治上市的 学习 然后去把这个台湾 现在是按照中共正常的说法 当成是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这是很荒谬的 所以这个是 为了这个商业利益 为了他自己的 很肤浅的 实用主义的哲学思维 然后掉到这个信件里头 很可惜 也很可悲 至于另外讲的 另外一个事情是 中国现在又摇橄榄枝 其实是像 像福建人 像向台湾人 发誓呼吁 到福建去买房子 输了很直接的 说要 要去中国救世 救他的房地产 房地产 今天崩盘到这种程度 一个mild down 但是更大的框架 我们永远记住 习近平 他是毛泽东的徒子徒孙 他的思维完全停留在毛泽东 那个时代 毛泽东当时 在1939年给中国总结出来的三大法宝 那就是党 党的统治 党的领导 然后是武装斗争 就进队 还有一个统立战线 是三大法宝 所以你不要去别 有些人说什么 他对台湾 怎么是一架子 这个军机为台 一下子这个要要要要要武统 什么现在又摇橄榄枝表现不理解 你要是知道中共政权 他就是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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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土匪集团 他一直是这个三大法宝 都都在用 就是一有机会 一有这个这个 汉道有必要 他是不惜任何代价 使用武力 以这个武装斗争 是他的法宝之一 然后这个这个统立战线 同样是另外一个法宝 就是他要去去分化对方 去争取对方里头 能够得到的一些知识 或者去孤立一些一些 对方的知识力量 然后最终的目的 当然是党的统治 党的领导 党的政权 所以这个 明摆中共 从毛 毛泽东 传下来的这个一个 基本传统的基本框架 这三大法宝 所以对中共这个这个政权的 这个不同的 时候提的不同提法 或者不同手段 就都就就会 有人有仪的来去对付 而不是一会一会 又去去去去去 上当 一会去又又又去给他们 去被他们下注 所以是要有这么一个 基本的认知和应对 谋略 或者战略 谢谢 我先讲这些 谢谢冯老师 其实确实这样 我们中央大陆 出来的人都很清楚 中共特别搞的 就是所谓两手 一手呢 他要去攻势 另外一手呢 他好像导致什么 转型 比如说 在当年 中共跟国民党打的时候 搞内战的时候 他是在 国民党统治区 他发展什么 要和平 发展那种运动 要和平 在共产党的时候 根据地里边 他叫准备战争 现在其实对台湾 他也是这套手法 那么现在请那个 政治大学 这个中央大学的 这个经理院教授 曾老师您来分析一下 好 我先简短一下 我等一下 我现在还在开车 等我一下 首先就是 针对这个马斯克的 这个关闭信念 导致了乌克兰 在战事上失利的 这个情况 那我想这个问题 其实是一个 蛮严重的问题 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说 从自由经济 当中对于 所谓的托拉斯 它的设定产业当中 形成一种垄断现象 那么进行所谓的 在台湾来讲 叫做公平交易 这方面的管制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 马斯克这个行为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说 这个问题 其实蛮严重的 好像是网络问题 不知道是我这里的问题 还是这个 曾老师里边的问题 就是说 马斯克的这样行为 已经严重的 影响到 要不然 要不然这样吧 我们先请 王安娜女士来分析一下 等到曾老师那边的 网络情绪更好转的时候 我们再来重新请她谈 那先请王大姐您谈谈 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今天想跟大家谈谈 就是最新的 这个中国出的政策 就是说 在福建建立新的新区 那么鼓励台胞去 福建新区居住 那么我特别想说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台湾的同胞 一定要认清楚 中共的真面目 因为这个我想呢 必须要认识到 就是中共它 这个搞欺骗 它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从中共它 从它成立那一天起 它就是搞渗透 搞欺骗 然后它搞武律 所以我想呢 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 以及所有的这个 我们传媒也好 就是我们要传播一种理念 就是让普通的民众都知道 共产党有三大法宝 所以我刚才特别同意 这个冯冲毅老师 还有李游团先生讲的 就是这个 我都非常同意他们的观点 但是呢 我特别想强调一下 就是共产党能够取得 中国大陆的天下 那么他们有一个三个 他自己总结的三大法宝 所以我们每个人 要高度的重视这个问题 这三大法宝叫什么呢 第一就是说 统一战线 他把统一战线放到第一 第二 是党的领导 第三 是武装斗争 就是共产党的 他的万变不利其宗 这是他的三个法宝 那么统一战线是什么呢 就是渗透 拉拢 主持 那么包括所有的这种外宣 所以他这个简单讲 统一战线就是把这个 不论我用什么手段 我使敌人越来越少 我拉过来 我骗过来 人越来越多 所以我想呢 就是尤其台湾的 这个朋友 要对这个中共呢 要有深刻的认识 就是他永远会用各种名义 包装的这种统一战线 就是他的渗透 他的欺骗 他的宣传 他都不会停止 你知道 所以呢 这个 那么在这次 这典型的 就是台湾在这个 这个台湾政策 我觉得就是他是 实际上他是 比如说他提供很多 很多帮助 很多优惠 那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 一种便利的收买政策 那我觉得那台湾的 台湾同胞 应该很清楚这件事 再一个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就是中共要武统台湾 那实际上呢 这个信号呢 我觉得他以后 他恐怕很难做到武统台湾 因为现在他的经济 持续低迷 那么军队一直在 这个动荡当中 那么他的这个 军队的这个装备也好 他的人员的人才 和人员的这个 不断的这个 这是军队的 除了装备以外 他的人员 因为他的指挥人员 和他一现场作战的人员 应该讲他是有很 这是他的很大的弱项 所以呢 这个我想 习近平虽然他 图有这个雄心 说要统一台湾 什么这个解放台湾 但是实际上呢 现实是离台 这个用他 离他的目标越来越远 所以我想 这个也可以理解成 就是习近平对台政策的 一个转移的信号 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 然后说到 马斯克的这个 这个星链的问题呢 实际上马斯克也有一样 就是说他们 就是西方国家 他们从这些西方的政客 到他们的商界人士 他们都对中共的这种 狡诈和欺骗 他们没有深刻的认识 所以呢 这个马斯克呢 他就不断的出现 这种认知上的这个偏差 他就带来很多这种 负面的影响 比如他说这个 这个星链要关闭的 当然他这方面 比较 他处理的比较好 就是他自己金蝉脱销 他说我要把这个交给 交给美国 然后总统 给我打电话 或者总统去处理这个事情 他是在这个问题上 在乌克兰的问题上 那么这个马斯克自己是处理的 对他自己来到金蝉脱销 是处理的比较好的 但是在这个中国的问题上 尤其他对台湾问题的那种看法 我觉得是他 他说他对中国很懂 其实这什么呢 就是他在中国大陆 第一有商业联系 第二 当他进入中国大陆的时候 一大群中国的官员包围着他 给他灌输的理念 然后他现在所说的 其实都是这种统战的结果 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西方和这个港 尤其是这个台湾同胞 怎么样更好的认清中共 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讲 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么相当多的人 尤其是中共换个人 或者换个政策 马上就有人说 那是不是又变了 是不是又好了 其实这种独裁政权 如果它的制度没有根本的改变 我觉得你永远不要相信 它的所有的政策 这些政策都是什么呢 都是功利性的 都是实用的 都是有目的性的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 谢谢 然后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提醒 就是说有一篇文章 是香港的程翔先生写的 他就写了香港 他从中共收回香港到现在 在香港的云落过程当中 那么他们的统治手段 他们的统战和渗透是怎么做的 非常详细 所以特别的希望台湾的这些同胞 能够翻译看这个这样的文章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尤其今年大选 那这个什么人来当选 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的 这个未来的走向 其实对国际社会都有很大的影响 谢谢 我先说这些 谢谢 谢谢这个王老师 其实确实是这个 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朋友的 去对中共的这些手法是非常清楚 其实中共读取政权的手法 它后来的一些做法 其实都一样 对台湾也是这样 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从这个微信呢 或什么都可以看到 就中共的对台湾公开的是一套说法 比如说他在台湾做了一些宣传的采访啊 就是宣传反战 怕战 就刚在台北的微信上看到一个采访街头 如果打起来台北沦陷 这个现在怎么样 然后这个台湾人就说 我躲到的桃源 我怎么怎么样 就宣传这一套 但是在大陆呢 他就宣传的是要准备能打 能够打赢 所以这完全是两套东西 但是他准备的是一套 这个说的是另外一套 好 现在那个 我再补充一下 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说实际上对中共来讲 就一个字 万变不利其宗就是骗 这种骗是他对台湾老百姓的骗 他对国际社会的骗 他两头骗 然后他同时对中国大陆的人 洗脑也进行欺骗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要认清楚中共这个一个核心的字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包括我们大陆的很多青年被洗脑 对不对 那么就中共来实际上也是一种欺骗 他用各种包装 但是根本要把这个看透 这是本质 谢谢 我觉得就是台湾的民众 其实一个要认清中共的这个骗 另外呢 这个对这个 就是对中共的 不要配合别的幻想 比如说 因为我想他现在一些做法 包括刚才讲的 这个福建的这些 也可能说他也是为他想影响台湾大选的一个手法之一吧 有一个目的也是他的一个目的之一 那么台湾人可能会觉得 哎呀有些人我们是跟中国大陆合的 有些人是怎么怎么样的 可能他这个我们对中国大陆表示友好就会防止战争 其实中国大陆不是这么想 你看中国大陆的 他内部的 他实际上是把现在这个台湾的所有的候选人都成为台独 不管你是这个 这个国民党的和民进党的 这个什么 这个白营的 都一样 他全都是台独 只不过有一些是 集独有些是这个缓独而已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不要有这个幻想 好 现在我们请那个 曾老师来继续发言 好抱歉 刚才中断 那 我就是说 这个马 马斯克呢 现在事实上呢 他已经成为在这个太空啊 这个通讯当中的一个托拉斯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个人的一个决定呢 会影响到一个战争的结果 事实上呢 这个战争结果呢 会影响到 事实上 这个战争结果是 影响到全球的文明秩序 所以这个问题是 非常小可 也就是说像马斯克 在太空啊 这个卫星通讯呢 这方面的一个 垄断的 这个情形呢 可能都超越了 可能 他的影响力呢 会超越在地球啊 地面上啊 那个任何的一家这个大的企业 那么我们在地球上 我们都有这个公平交易法 反托拉斯法 这样的一个法律呢 来约束资本家 那么利用过度的 这个运用他的财产权 获得经营的权力呢 去影响到这个 这个人类的这个秩序 或社会的正常的发展 所以呢 马斯克我想他这一次呢 他也意识到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 他虽然一方面仍然这个 大发厥词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他 警觉到美国政府 那么或者是美国 或者自由世界的这个舆论呢 对他的行为呢 得一种批评 所以他才有说啊 有这个 把新店呢 某方面的这个管制啊 管理的权限呢 那么交给美国军方 也提出这样的说法 那当然这个方向 我们是赞同的 可是呢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说呢 未来还有可能 有第二个或第三个 马斯克 马斯克是个人的力量 但未来也有可能 国家的力量 比如说中共啊等等 所以呢 我想这个联合国啊 这应当要去思考 关于啊这个 这个太空啊 这个 这个 秩序啊 这个法律秩序 太空法的问题呢 怎么样去约束啊 这个 私人企业呢 在 太空领域呢 得这个权力的滥用 影响到这个 这个人类啊 这个秩序啊 这个正常的发展 我想这部分是 这次俄务战争 马斯克的 个人的决定 那么造成了一个后果呢 带给我们人类啊 一个很大的一个警觉 那另外我想点评 就是这个 关于福建的这件事情 那么福建啊 现在欢迎台湾人民啊 到那边去 去抢救他们的房市 事实上啊 我之前呢 曾经在 国立金门大学任教 当地的民众啊 很多都跟我讲 他们在厦门有房子 因为金门当地啊 那个土地有限 再加上啊 仍然是 很多地区是限建的 因为 还是保持了 对战争的高度警戒 所以呢 金门人呢 他投资房地产呢 很多都在 都在厦门 那这一次呢 除了福建省政府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福建省政府呢 他出台了 这个欢迎台湾人民前往这个购物啊 等等这些啊 这个优惠的这个措施之外 另外一个我觉得啊 我们必须要留意的就是 这个过去啊 习近平曾经提过的啊 这个啊 惊吓啊 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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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啊 这个通商啊 啊 通水啊 通电啊 等等的这些问题啊 也就是说 惊吓的 所谓的惊吓两岸的 和平试验区啊 的这个说法 这个倡议啊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呢 啊 这个这个中国大陆啊 方面呢 又提出来了啊 那么福建省政府啊 在福建省的人民政府呢 在这方面呢 啊 省人态度啊 也相当的积极 当然 这个是在影响 啊 台湾的这个选举的意图啊 啊 非常的明显 啊 我们还记得 啊 啊 稍早之前 啊 像 这个 在巴尔山炮战的纪念日 啊 当时呢 已经宣布参选 啊 总统的 郭台铭呢 啊 就在 金门发表了他的 啊 和平宣言啊 啊 那么 呃 对 呃 对于那边 两岸关系呢 提出一些看法 啊 那么 呃 也就是说呢 金门呢 呃 作为民主国家的 呃 包括台湾 这个民主的前线 啊 那么 呃 作为 跟 厦门呢 结合 呃 形成一个 惊吓和平试验区 呃 他的意义在哪里呢 呃 我觉得啊 呃 如同 呃 如果说我们去思考 刚刚呃 呃 呃 这个王安良女士 所提到的 啊 这个中国大陆啊 都在欺骗 呃 那么其实我也是觉得说 其实呃 在台湾方面呢 呃 我们在所谓的反任制作战 或政治作战当中啊 事实上也要攻心为上 啊 这个惊吓和平试验区呢 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方面的说法呢 都是在物质层面的 啊 通水通电啊 这些啊 包括这个机场啊 这个啊 下面的机场呢 作为金门机场的备用机场 等等这方面跟民生有关的 可是我呃 记得呢 呃 我非常的清晰的 呃 记得呢 呃 以前呢 厦门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 呃 也就院长呢 张明清 呃 曾经担任过国台办的新闻局的局长 呃 曾经到台湾来访问过 呃 我曾经在他的家里 听他说 呃 他一个概念 他认为啊 今夏的这个和平试验区呢 呃 呃 还有一个东西呢 是呃 呃 他是主张啊 呃 在这边做一个试点啊 做一个啊 政策的政策的这个试点 什么事情呢 就是新闻传播啊 新闻自由 呃 呃 那么张明清的意见呢 是说啊 在呃 呃 惊吓 因为厦门本身也是个岛啊 所以在厦门呢 呃 他是不受啊 就开放啊 不受中国大陆啊啊 这个呃 内地啊 这个新闻的管制啊 可以啊 自由的啊 来和金门呢 来交换两岸的新闻资讯啊 呃 那么这个这个说法呢 并没有后来呃 呃 这个是张明清的一家呃 一家之言啊 但是呃 也可能在中国大陆的环境之下 呃 他并没有办法成为 呃这个呃 公共 呃 舆论当中的这个谈资啊 或者是呃 讨论的焦点啊 呃 不过呢 呃 这个这个概念啊 显然 在厦门啊 住在厦门的人呢 他们啊 或者呃 还有很多当地的台湾人啊 他们的确啊 在啊 接收外界的资讯当中啊 啊 他们是期待 有更多的开放的空间 所以呢 我认为啊 在这一句上面啊 这个 台湾的这个 这个 政治 政党的政治界呢 包括我们 金门现场 陈福海 对这个问题呢 不要只从这个物质啊 物质啊 的层面啊 去回应啊 中共的这个提议啊 既然是和平试验区呢 那么就要把台湾的 优势的这个项目啊 也是大陆人民呢 啊 所 呃 所羡慕的 或者是说在 蔚来漫习香港 中国民主化当中啊 让厦门成为一个地方自治的一个试点啊 这才是啊 金下和平试验区啊 它最有意义的地方啊 因为呢 两岸的未来的金波统合 它必须建立在啊 这个 这个 同样的 这个对民主自由的 宪政的价值的基础之上啊 那 那么这样子才有机会啊 那个 呃 这个 扩大啊 这个彼此间的 这个 人民啊 这个社会啊 及政治啊 社会之间的一种信任关系啊 那 那 那 所以呢 我想在这方面呢 我们台湾应当啊 在这方面可以有更灵活的思考啊 来回应啊 这个 这个 福建跟厦门当局呢 啊 最近有关于这个 这个 两岸关系的一些 地方性的措施 我觉得我们 呃 呃 台湾方面啊 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啊 啊 将继就继啊 提出啊 这个 呃 更 全面的啊 啊 这个两岸 地方交流啊 或者是这个 这个 这个 一体化啊 所谓一体化的这个 这个 构想啊 也就是说 在制度上面啊 在那个 人权的保障上面呢 啊 应当要 让这个 这个 厦门啊 厦门 厦门地区呢 就像当年啊 这个最早 啊 在邓小平时代啊 做一个经济特区一样啊 让它成为一个啊 地方自治 或者是民主的特区啊 用这个方式呢 啊 来和金门来对接 那么 这样一个倡议呢 啊 我认为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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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够去戳破啊 啊 这个啊 中共啊 这个利用这个议题呢 啊 来困惑啊 台湾民心啊 制造和平假象啊 他的意图啊 我就先 呃 呃 呃 其实曾老师讲的这个很好 其实也我也一直有这种想法 呃 呃 其实当从中共的角度来讲 他其实是他不可能赞同的 就是不可能答应这一点 因为 呃 以前其实在这个舍口啊 啊 这个经济特区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 但后来都是不了了之 但是呢 这个 从对台湾来讲 啊 这个要求给中国大陆人民有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这个肯定是 就说像 这个刚刚曾老师讲的一个公新的 道理也是是台湾的在 两岸关系中间的占一定的有利的 这个地位 而且呢 能够争取大陆这个 这个民众对台湾的这个 好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好了 现在我们请那个 我们这个节目另外主持人啊 这个苏世盈老师啊 您来分析一下 苏大姐 嗯 那边有 麦克风 苏大姐您那边麦克风有问题吗 好吧他可能是这边有点什么东西 我们一边一边等他一边我们利用一些时间 大家做一个 各位嘉宾再做一个这个 总结或者补充吧 那么先请那个李老师您来您来看看有什么补充的 或者总结 好 我刚才提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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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呢 然后 啊 嗯 我们的拥有统治的特权 也就是说权力 啊 打破 啊 啊 我想回忆一下啊 就是说我们看到最近啊 啊 那第二年311是这个杨荣文 新加坡的杨荣文讲这种话 啊 讲说啊 这个台湾这个台湾不敌这个最好是跟中共可以成立什么一中的邦联 哎 然后接下来这个马斯克又在那边讲说好像这个台湾最好他就认同 还是听不到吗 可以听到吧 啊 我说 啊 啊 就是这个马斯克他又讲说中国 这个台湾是好像台湾就是属于中国的一样 就像夏威夷对这个美国一样啊 那马上的中国又马上又这个开放就说希望台湾人到福建去买地产等等这些 我们可以归纳起来啊 这是新的一波这个认知作战的方式就是中共要开始要准备要干扰这个台湾的这个总统大决一波又一波 只是说我们啊也很呃发现啊这一次你说他的效果凭两讲我觉得效果真的减弱很多 为什么呢 基本上台湾是一个资讯非常发达的啊就像这个刚刚郑教授讲的 台湾言论自由同时你资讯因为没有网络控制嘛 你不管怎么样你要金门跟厦门要怎么样共融什么共同圈啊 你第一你要开放这个言论嘛开放资讯的公开这个透明嘛 你自己关着门搞什么台湾为什么要跟你搞 所以我现在发现 现在中共对台湾的很多的这种认知作战的这种风势 现在对台湾来讲凭两影响这个效果是减弱很多了 大家好像引不起什么大家的这个讨论跟啊 当然还是有部分的人会受到影响啊 但是我们发现了我们就讲说这个杨荣文 新加坡的杨荣文好了 那杨荣文我们在这个他这个可以讲他根本不了解 他不了解整个国际局势的情况 然后他对中共还有一厢情愿的幻想 同时更重要的他根本被中共的这个洗脑洗去了 因为一直在那边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然后什么一中啊就是一中 台湾好像历史命运就得跟中国绑在一起 这种纯粹都是中共的这个洗脑嘛 一直这样给你洗脑 在台湾长大的人呢 已经不来这一套了 因为老早台湾长大尤其这一代的小孩 自从台湾的这个课纲 就是说他这个教科书改了以后 强调的是什么去认识台湾400年的历史 台湾400年的历史 中共中国共产党有扮演过任何一点角色吗 很傻没有啊 其实是蛮清朝 那个台湾名义上归属于这个明末清初 但是清朝也不想都没有来管过这个台湾 何况你后面的日本 之前的荷兰 所以台湾的历史跟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这一些人的脑袋里面被这个中共洗脑到 老是把台湾跟中国绑在一起啊 这个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也要大声提呼啊 让这些人啊这个脑筋洗一洗的 你不要历史的状况 历史已经走到什么地步了 你还在那边抱着你给以中国人为主的中国史观 看待着这些事情 来把它套在这个台湾的历史身上 这个是非常非常高高的事情 包括马斯克也是一样 他以为哇 中共宣传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啊 他也不去看看国际县市 还有这个马斯克在举例 就像夏威夷对美国一样 他真的也是不了解美国历史 不了解夏威夷的历史 夏威夷归到这个美国 他经过两次的公投耶 那么你就算你台湾是不是中国的 你有没有经过公投或是来问一下台湾的民意啊 完全没有 然后自己在那边大放绝词 你就知道这个马斯克的这个民主的素养有多差 那你讲说杨荣文 你说新加坡 新加坡就像刚刚李教授讲的 根本是一个专制的国家 它的体制真的 你就说开明专制好了 更重要的 它是这么小一点的国家 你要治理 我30年前 在这个台湾当新闻记者的时候 我们最喜欢 因为我们那是 我是跑财经新闻的 财经新闻最喜欢讲的 喜欢问的 就是说为什么新加坡能台湾不能 因为新加坡那时候 经济起飞很快 然后亚洲四小龙什么样的 我们就在问天天问说 为什么新加坡做得到 然后可以这个 经济起飞可以怎么样做到 为什么台湾做不到 后来我们得了结论 第一 它小嘛 它做那么小 你要用它开明专制 他们就讲说 他们很有秩序 他们很那个 更重要 他们那个是 专制 它强制性 你看 连在新加坡 它做得到 叫你说路上不可以吃口香糖 没得 因为它小到很容易管理嘛 你台湾能不能 不可能嘛 所以我非常同意这个 李教授我讲 我也不喜欢新加坡 我常常去新加坡 但是不喜欢新加坡 他真的就是一个专制的 他没有人欣慰 而且没有真正的自由 他自由是假象 所以我说这个杨荣文 就在这种体制之下 然后又被中国这样子 文宣的这个洗脑 所以会有这个马斯克杨荣文 会有这么离谱的这些 的说法出现 只是我也很开心看到 现在的台湾人受到这种影响的 已经越来越少了 大概 为什么会越来越少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 还是因为台湾的资讯 充分这个开放 所以你同样的一个新闻出来 你很容易你就听到 很多人这种意见的 然后去分析去探讨 之后去选择一个 比较接近事实的去接受 所以这就是说他们 事实上他们已经完全 魅于现实了 然后再更重要的 我觉得他们这些说法 还有一点会恐惑人的 基本另外一个原因是 大家他们两个 我觉得现在台湾人已经发现了 台湾很强的 台湾不是像他们想象 好像只要中国要打台湾 都一定打得成次了 好像中国就是这么大 台湾这么小 你把地图打开来看 没有错 中国这么大 台湾就这么小 但是真的可以 因为那么大 他就打得下 吃得下台湾吗 时代不同了 完全不同 我们在讲说 为什么 这个 这一次 我们说 现在中共自己 包括 拜登 他都取笑 他说 习近平现在自顾不暇 里面乱七八糟的 他经济这么差 他大概没有能力打台湾 大概不会打台湾 他是这么消遣习近平 民主国家 还有美国当然也没有在放松戒备 但是他基本上 他讲说 他内部的问题多得很 一点都没有错 拜登 他看得出来 为什么 然后我们就讲说 今天其实很大的一个新闻 是什么 李尚福 中共的国防部部长 李尚福 又被搬掉了 又不见了 李尚福还是习近平的 低系的 习近平低系的 复国级的这些政要 你不要讲说秦刚 一下就不见了 像李尚福 咱们又讲说王毅好几 也很久没有出现了 反正习近平的 他的这个 阁源里面 非常的不稳定 而且你在 他们有去统计 整个 中共火箭军 他军队里面 习近平不信任军队 他最不信任的军队 为什么 军队有枪杆子 要威胁他政权最强的 就是军队 他对军队的不信任的程度 他里头的军队的降临 换的程度 大概是 对其他的政府部门来讲 军队换的最快 最大 所以他们就讲说 中共里面现在哪一个行业 是最不稳定的 风险最大的行业 就是军队 你去当军人 降临 这个危险度最高 一下子 一下子不见了 一下子调查 一下子出事了 一天大晚上出事 然后 我们就 我们就发现有人在探讨 所以 难道以前 中共军队这种事情 还有中共出现这种 口闻的话 为什么 以前中共都会 极力掩盖 你就说秦刚出事了 明明在调查他 什么什么什么的 但是他对外 就在想说 没有啊他生病了 然后现在李尚福也是一样 他生病了 因为中共最擅长 就是骗 就是不断的在骗你 所以他生病了 其实事实上 已经在调查出事了 那就有人在问说 习近平为什么不像以前 那样用掩盖呢 那为什么要让这种事情 赤裸裸的摊在 国际媒体的眼前呢 像国际媒体都在报道 中国出事了 中国的经济怎么差 中国怎么样怎么样的 都瞒不了别人了 那你再说 为什么习近平 不像以前的人要瞒呢 因为现在实在不同了 因为现在网路太发达了 然后民主国家的 资讯流通太快速了 你只要有一点 哎 李尚福到底是怎么样 媒体经过这样子传播 马上外媒都知道了 更不要讲说 美国的情报系统 那更是比以前 因为他有最新的科技 分禅到这个情报系统 很快就已经 能够抓到这个 致死的状况 所以大家也在讨论 为什么以前 中共他不公布的 他不公布李尚福出事了 他自己国防部长出事了 外交部长出事了 他都不公布 外媒以前的话呢 你不公布 我们也不敢讲 我们也不敢证实嘛 好像没有证实的来人 但是现在外媒 为什么你即使中共不公布 外媒也敢来报道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时代不同了 他美国的军情系统 已经掌握了实际的证据 知道你发生什么了嘛 那但是我们就看到 这些还在那边卖台的 还在那边以为 中国要吃台湾很容易的 这些人 那个脑筋 他已经不是一世代 已经不是网络世代的脑筋 他们已经追随费 他们脑筋还停留在过去的时代 他们的资讯不对的 包括自己在做星链的 召瓜马斯克 他一样 他被这个中国的这个 洗脑 认为台湾就是 中国的一部分 完全不去那个 我希望他这些 这些言论出来以后 他也多去看看 大家的反应跟蹊笑他的 这种言论看看 我觉得台湾的外交部 最近也是做得很好 他马上就出来 就想说 你马斯克 你自己关掉星链 害的乌克兰战败 那你又怎么说 那你这个马斯克 你真的 台湾外交部长就讲了 台湾不是for sale 台湾不是给你这样子 商场上面卖来卖去的 所以让这个马斯克 要去检讨一下 他自己在搞这种资讯的人 不要资讯被控制了 然后资讯被洗脑了 都不知道 而且他也要知道说 资讯基本上民主国家 我觉得刚刚这个 曾教授 张建源就讲得很好 你持续一个开放 而且你让这个马斯克 在这么重要的这个科技上面 他做这种垄断 你说推特还有 甚至他现在做星链 这种科技上面 在做这样的垄断 其实是对整个世界的 民主国家世界发展 是进步好的 所以我觉得为时不晚 也趁着他放出这么几次 这么令人匪夷所思的这个言论 你知道他的这个脑筋 还有他的这个意识形态 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美国方面 甚至联合国方面 应该要及早赶快做一个处置 才能够阻止说 让这些昏庸 然后不能这个接地 不能跟现实接轨的人 让他们的言论真的 真的完全被淘汰 好 这是我的意见 好 谢谢苏大姐 现在请那个冯老师 您做个补充和总结 冯老师您话筒打开了吗 我看到我们又烧死了 没关系 我还是再上强调 就是这个价值观的重要 因为马斯克 事业发展得很顺 他是坐享许诚 其实我在这边教很多学生 都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他享受这些民主自由 然后可以得心应手 做很多事 他反而不惜欣赏 或者认知这个自由的这个价值 所以他既然可以去讲那番很 很不重听的话 很不得体的话 现在当然是把他的观点掏出来 引起公共争论 然后会反馈给他 因为有这个机制 希望他能够转变了 不准备就刚才建元兄讲的 应该有民主制度有别的机制 可以去限制他的那些传利 特别这些高高新技术 你怎么用于有利于人类的 符合人类的价值 我不记得哪些做坏事 因为这个技术 他中性的 但是会做好事 也会做坏事 所以这个民主制度底下 应该可以去有办法 让这个技术 用于符合人类进步 符合人类这个自由价值的这个用途 至于说刚才我们已经讲过 杨荣文从台湾和新加坡 他翻了出来 他本来应该向台湾学 可是他现在是还站得 反正站得更高的位置上 对台湾说成到40点 很宽敞 因为台湾是如果讲 刚才讲汉民专制 台湾是从两讲实习走过来的 因为当年那个经济发展 那时候可能那个速度比现在还快 那台湾现在还想回到两讲实习 那种那种所谓汉民专制 因为这两者之间的高低 就在于你是一个一个 专制主义的价值观 还是自由主义的价值观 因为台湾人走出来 他应该是低下头来 做学生好好虚心学习 他这些人无知无畏 反而要出来指点台湾 很荒唐 好在刚才苏大姐所讲的 台湾已经新的这个这个 这个思想已经转变 整个观念水位 整个价值观已经转变过来 根本对他的这个这个说法 不屑一顾 好 谢谢 好 现在我们请这个 曾老师做个补充和总结 我最后想谈一下这个 杨荣文的这个谈话 如果说他认为台湾 加入中国成为中国联邦的 一个联邦国 一个分子帮 那这是一个保障台湾安全 这个区域和平最好的方法 那么显然这个是一个 当然是一个非常功利现实 实用主义的一个观点 但是这边的话 他显然如果在这个联邦国家 他我们都知道这个 各个分子帮 他是没有主权的 那所以他的安全保障 其实是这个 相形之下 是比现在的台湾更加的脆弱 那如果说 台湾在以这种 这个卑躬屈膝 委屈求全的方式 来加入中国 那么来获得换取这个和平 这个也许短期的这个利益 其实他是会以付出台湾人民的 这个自由民主作为代价 那我不认为 这个联邦中国的这样一种倡议 对于台湾人民在选择前途上面 会得到普遍多数的支持 不过联邦中国的这个说法 如果排除台湾 我们来看今天中国大陆的状况 其实杨仁文的说法 我觉得我们衍生他的意思 其实还有可能会有一些 建设性的贡献 也就是说今天中国大陆 他是一个中央集权一党专制的国家 所以再加上这一党专制走向的个人崇拜 因此个人的决策 对整个国家的发展影响非常的巨大 所以如果能够把中国拆解 像美国 像当年孙中山讲的 要建立合众政府 成为一个联邦国 那么各邦有自己的 也就是各省有自己的宪法 然后有更多的地方自治的一种权限 我相信他会松动 现在一种细于一个人的决策之下的一个极权政治 对于中国人以及各地方 他的一种发展的潜力上 有一种潜质压抑的作用 因为地方为了各自的发展 毕竟会去挖掘 开发各邦的人才和资源 而且政策上面会更加的从地方的需求出发 那也就是会让各邦在竞争当中 让整体的中国更加进步 所以我想杨龙云的说法 如果送给中国大陆 那么来思考 中国未来制度重构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倒是不错的建议 但是如果放在两岸关系之间 我觉得它是捞过界的 我们可以试着想 那么新加坡本来也是 这个马来亚联邦的一部分 那新加坡现在独立了 那我想请问 当然现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都属于这个民主阵营 但是哪怕是如此 新加坡愿意加入马来西亚联邦 那么取消自己的主权地位 那么成为它的一个分子帮吗 我想这个问题 新加坡人对自己国家的前途 对自己的幸福 要怎么样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自己来决定 应当也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想人同此心 所以杨荣文越俗带袍 来针对两岸关系 对台湾的前途 来进行发言 我觉得将心比心 要思考一下 新加坡当前的这些情形 或者说新加坡要不要加入联邦中国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 那他就会知道台湾人民 在这问题上面 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谢谢 好 谢谢曾老师 先我们请那个王安娜老师 给一个总结和补充 谢谢 我想刚才曾经元先生讲得非常好 就是新加坡它本身是独裁国家 那么它又是一个历史非常短暂的一个小国 所以呢 在这个新加坡的外长杨荣文 能谈到这个台湾问题 这个是 首先从外交上来讲 我也觉得也是极不妥 那么 当然作为新加坡 他这样他长期跟中共友好 投中共所好 这个也是 是一个非常 非常明显的存在 但实际上呢 就是作为一个常规的 国家之间的这种往来 杨荣文这样的讲话 是非常的 是不恰当的 那么同时呢 我觉得各位 特别提醒一下 就是这一次 乌克兰战争的一个最新的变化 就是乌克兰的这个 乌克兰的这个战争的状况 是越来越强大 那么俄国呢 在这个战争过程当中 你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 它的这种示威是垂直的 肉眼可见的 包括像普京 这曾经也是世界级的强国 现在居然就跑去跟中国 金三胖 跟他这个称兄道弟 然后换取朝鲜的一些支持 这以前是在 这是不可能的 匪夷所思的事情 就说明 俄战争的动摇了 这个俄国的这个国本 那么使俄国迅速从大国 坠落成一个小国 但是这种像俄国它还是有这个百蛇之从吧 死而不僵 那么俄国和朝鲜的这样的联合 以及跟中国的这样的这个所谓新的这种 这个邪恶轴心 这还是我们这个需要注意的 世界各国都应该关注这种独裁国家 形成一种新的轴心 它对世界文明的影响 那么尤其是呢 就是所有的这个独裁国家 你比如说在这个普京的俄罗斯 那么他对这些以异人士的这种残酷的 比如说他更多的是暗杀的手段 那包括那个金正恩的朝鲜 那就不用说了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说我想呢 如果这些这些邪恶轴心国成立以后 那么他给整个人类带来的是一种 什么什么样的影响 他会整个我觉得整个 会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 带来很大的我觉得很大的负面作用 所以这个问题呢 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特别是那么他们在东亚地区 对东亚的影响 我特别想说这些 谢谢 谢谢王老师 谢谢王老师 先请那个苏大姐做个补充和总结 好 我要强调的就是 时代在变 国际县市也在变 然后就有的一些旧的想法跟旧的印象 事实上都不断的在变 我很欣赏现在台湾的外交部长 他可以很快的就不管是马斯克还是杨荣文 他们说的这种不当的做法 那台湾的政府现在的反应也比以前快多了 这个当然也是因为资讯越来越开放 而且民主体制越来越稳固的时候 在民主制度下 运用 这种资讯的流通开放 跟这种民主之下 这个资讯这个便利 我觉得会展现出力量 就虽然时间可能慢一点 以前我常常 会有很多的朋友 碰到一时听到一些这个 违言手听的 那不对的这些假新闻 或者是说这种宣传的 那一下会迷惑了 然后会纷纷转发 最近这种现象少了很多很多 我想也是因为台湾人 基本上对这个新的科技慢慢习惯 而且同时对这个假资讯 辨查力也越来越强 那根本原因也就是因为 民主制度已经真正的感觉到 真的是真的在台湾落实了 才可以发挥出这种效果出来 这是我的感想 谢谢 好 谢谢苏大杰 谢谢各位嘉宾的 这个精彩的分析和评说 那么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 那么这个下一次节目再见 喜欢我们的频道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个大家 各位嘉宾我们下周见 谢谢 各位观众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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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